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持桑宴途中 男子意外救助何归 竟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李初九和张元峰自小在一个村中长大 如同兄弟 小时候皆是顽劣之人 长大后性格逐渐不同 李初九这名字有些潦草 因为父母都是寻常庄护人 他初九出生 便叫了这个名字 相比较起来 张元峰的家境则更加糟糕 他自小父母双亡 青黄不接的年景里 是李初九偷着江家中有些的东西拿出来给张元峰吃 15岁时 两人一起拜了个叫刘托的瓦瑶师傅学手艺 主要是烧瓦 这是个极为受苦的手艺 要跟泥水以及炭火打交道 吃的是利器饭 刘托儿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累得驼了背 所以人们不喊他大名 反倒是将这个外号给喊了起来 刚刚拜十一月 张元峰偷了师傅放在衣裳里的挤文钱 当泥瓦成型 需要放在窑里烧制 除了天火这些基本需求 烧瓦人要时刻掌握火后 大夏天 五黄六月 坐在树荫下不动玄毁汉流浃背 守着摇火 更是酷热难耐 师傅将上面衣服脱掉 放于树下 也不知道张元峰如何得知里面有钱 偷摸着将钱给掏了出来 待到师傅穿衣服时发现 很容易便在他身上搜出 钱不多 只有三文 可是惹得师傅勃然大怒 因为他认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 刚刚拜十一个月 张元峰竟敢偷自己的钱 小事偷真 大了偷金 人家不能容忍他如此人品 所以要赶他走 李初九和张元峰跪在师傅面前 苦苦哀求 称这只是一时糊涂 以后绝不会再犯 奈何师傅不畏所动 铁了心要赶张元峰走 最终张元峰被赶走 只剩下李初九自己 非是刘腿小心眼 也并不是为人太过刻薄 他觉得张元峰人品不正 三文钱虽然少 但却可以看出张元峰是个胆大包天 且不计后果之人 收着摩个徒弟 万一以后给自己惹出祸来 再去后悔可就晚了 百般哀求无果 张元峰怒而离去 留下的李初九更加小心 生怕惹到师傅 自己也被赶走 事实上 刘腿儿对李初九极为疼爱 他看出李初九是个踏实的小伙子 人肯受苦 自己手艺上也便不藏着掖着 短短几年 李初九便熟练掌握了烧瓦手艺 这种受苦营生 最适合锻炼人 几年的时间 李初九长成了身体健壮的小伙子 刘腿儿对自己这个徒弟非常满意 便将自己唯一的闺女刘桂兰 嫁给了他 好家伙啊 李初九本来是跟着人家学手艺 现在不经手艺进数学道 还娶了师傅的闺女 外人提及 都是羡慕 这还不算完 有了烧瓦手艺 你得有火窑啊 要不们用什么烧 以前是自己的徒弟 现在是自己的女婿 刘腿儿当然不会吝啬 将一孔火窑送给了他们小夫妻 两口子夫妻恩爱 李初九勤劳能干 加上烧出的瓦成色好 家里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相比起李初九 张元峰这几年可是越过越不好 当初拜刘托尔为师 便是李初九一再要求 硬拉着他去的 后来他被赶走 李初九苦学 末时间跟他在一起 他便又结交了别的不少酒肉朋友 生活中 走平路的人吉少 要模式上坡 要模式下坡 向李初九 当他用心苦学手一时 便是选择了上坡之路 这条路异常艰辛 可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上升 而张元峰被赶走 就是在下坡 但此时如果他能接受教训 并不会跌落谷底 可是他并没有 还结交了一些同样的朋友 于是便越走越深 上坡当然很费力气 就像李初九的生活 而下坡相对舒适 张元峰乐此不疲 李初九知道张元峰目前的生活 因为张元峰老是来找他借钱 他仍然如小时候那样来者不拒 毕竟是自小的玩伴 两人的关系肥浅 但妻子刘贵兰却极为讨厌张元峰 他老是借钱不还是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张元峰一直都在说谎 来借钱时总是会变瞎话 刘贵兰认为张元峰无可救药 与其老是借钱给他 不如让他自己想办法学会赚钱 李初九明白妻子的心思 可是当张元峰来借钱时 他又不好说不借 只好每次将钱给张元峰后 便苦口婆心劝说一番 张元峰刺刺敷衍 说自己一定会想办法 让生活便好起来 但转脸就忘 浑浑噩噩 这一天 李初九和刘贵兰刚出了一摇把 累得夫妻二人坐在树荫下湖 呼喘气势 张元峰摇着蒲扇过来 张嘴便是借钱 声称自己想做点小生意 李初九正欲拿钱 刘贵兰却拦住了他 并且对张元峰奚落了一番 张元峰 你多大的人啊 经常来借钱 你以后要靠着借钱过一辈子 脸面呢 尊严呢 张元峰听得勃然大怒 这刘贵兰才嫁给李初九今年 他认识李初九多少年了 他怎么能如此挑拨呢 他寸步不让 对刘贵兰也恶语相向 李初九赶紧相劝 同时心里也隐隐冒火 他赚钱容易吗 要知道刘贵兰此时已有四个月的身孕 可是他不舍得休息 怕自己一个人太累 仍然在火摇里劳作 而张元峰呢 每天无所事事 这样下去的却不行 元峰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听他明显帮着刘贵兰 张元峰似乎非常震惊 一句话也不说 扭头就走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借给他一百次 他不念你的好 只要有一次你不借 便算是惹了他 这种人根本不知道羞耻为何物 更不体谅你赚钱之辛苦 你念着小时候的情谊 他念吗 刘贵兰的话让李初九难过 他了解妻子 知道他并不是那种贤贫爱妇和刁蛮之人 况且他们也并不富有 张元峰如此的 这却不是个办法 自己总不能一辈子借钱给他吧 所以他苦笑了一下 劝刘贵兰不要生气 刘贵兰当然不会跟他生气 他们的日子不能被一个外人给影响 按说 被刘贵兰如此奚落之下 一般人定会再不找来 毕竟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 张元峰的却不再去李初九的瓦药边 却每每趁着李初九外出给人送瓦师出现 其目的仍然还是借钱 李初九算是明白了 妻子说过的话 如今的张元峰是一门心思 只想从自己身上抠出钱去 好供他自己花 他心痛如脚 以此此相劝 只要张元峰想要挣精学手艺 或者是想要做点小生意 他会出钱 要不然来跟着自己烧瓦野城 当年师父赶走了他 使他没有学成手艺 现在自己已经学会 他跟着自己也能学成 张元峰哪里有心思学什么烧瓦手艺 更没有做小生意的耐心 如今他那帮所谓朋友 李初九均是不是生产之辈 跟这些人搅在一起 平日里谈论的皆是如何花钱 又怎么肯受苦去赚钱 被李初九如此相劝 张元峰认为 现在的李初九已经变了 跟小时候不一样 二人从小建立起来的兄弟情义 此时竟隐隐生出了裂痕 李初九平日里几乎没有闲的时候 因为烧瓦太忙碌了 不仅仅只干这些 还要买炭 出瓦 送瓦 整天奔波劳作 烧出的瓦雀仍然供不应求 如此忙碌 雀冲式的生活 让他干尽十足 妻子即将临产 他就要当父亲 每每想起 便全身充满了力量 这日他正光着膀子干活 突见母亲哭着而来 他和父亲以及妻子 接大位吃惊 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如此忙碌 家中的父亲自然心疼 每天都会来火摇 上干点力所能及的火 母亲一直在家里给他们做饭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 他断然不会来这里 而且他还是哭着来的 怎么能不让人害怕 他赶紧跑过去 拉住了母亲说道 娘这是怎么了 为何如此伤心难过 母亲悲伤难以抑制 说自己的娘家哥哥 也就是李初九的舅舅去世了 李初九文言并不意外 自己这个舅舅已经六十多岁 一直多病 况且人生百年 谁都要经历生老病死 他劝了母亲一阵后 开始和父亲商量 去吊咽之事 父亲当然知道 这其中的流程 一一告知他 第七天使 他早早起来 今天是最后一天 完事后 有顿丧宴 母亲这几天 一直住在舅舅家中 他准备今天势必 回来时将母亲一起带回家 一切都挺顺利 吃过丧宴后 当他想让母亲 随自己一起回家时 老人家却不愿意 声称想在娘家多住积田 李初九再不坚持 母亲和舅舅是兄妹 如今舅舅去世 母亲心中难过 他也理解 他一个人回转 经过一个村口时 发现一群人围成个圆圈 不时叫喊出声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原本不爱凑热闹 而且家里非常忙 也没有时间在此处耽搁 但经过这帮人时 发现这些人在用一只 和归耍钱 玩耍的一方 有张元丰 这帮人将和归翻过来 使他归客着地 看什么时候他能翻过来 有人买能翻过来 有人买不能 他们应该已经持续了很久 和归类的筋疲力尽 此时根本不能动弹 围观的人慢慢失去兴趣 而张元丰 明显买得失能翻过来 只见他不住叫骂 将身上仅有的钱交给对方 众人一哄而散 元丰 你且停停 张元丰听到 是李初九喊他 当下冷笑一声 哟 这不是李瑶将吗 我可结交不起 话说吧 他还非常恼火 一脚将和归踢进草丛中 和众人扬长而去 李初九叹了口气 伤心难过的他 正欲离开 却看到草丛中的和归 仍然是肚皮朝上 他自己翻不过来 如此暴晒之下 必死无疑 左右看了看 大家已经散开 莫人会在意 一只和归的死活 他走进草丛 将和归翻了过来 想让他逃条活命 可和归根本爬不动 待在原地不能动弹 他又不忍心 就此离开 扁弯腰抱了起来 带着和归一起回家而去 刘贵兰见他抱着支和归回来 脸上全是茫然 他把路上之事说了一下 只不过略去了张元丰在的事 刘贵兰听罢 话赞他做得对 并且将和归放在了 屋门后面的水缸之中 算是给了他活命的机会 刘贵兰向水缸里放和归的时候 父亲拉着李初九 悄悄告诉他 早上时张元丰又来了 拉着他苦苦哀求 他实在无法拒绝 就又给了张元丰一些钱 李初九听得瞠目结舌 张元丰用和归跟人耍钱 没想到竟是从自己父亲手中所借 而且他还对自己阴阳怪气奚落 如此下去 张元丰的成为一个废人 他重重叹了口气 告诉父亲 以后不管张元丰如何哀求 都不能再给他钱 父亲苦笑 要不是念着张元丰和儿子 从小一起玩耍长大 他又岂会借钱给张元丰 父子两个之善良 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 天将黑时 李初九去舅舅家接母亲 他母亲身体也不好 他一直住在舅舅家 因为思念舅舅而惹出大病 接回来后 自己也好时时安慰 之所以是天将黑时才去接 是因为他白天太忙 另外天黑后也凉快 到了半路 他因为干活时 喝了太多凉水 导致肚子疼 左右看了看 此时路上并没有行人 加上是在野外 随便找个地方便能如厕 他从路上跳进一边的草丛中 方便之时 从对面的荒地 终却跑来一个人 此人十分慌张 上了大路 失足跌倒 后面有机人紧随而至 不由分说 将此人按住 草丛中的李初九 大吃一惊 这个被按住之人 虽然不断挣扎 可还是被这些人捆绑起来 凭着挣扎时发出的呜呜声音 他听出 这应该是个姑娘 却不知道为何不高声叫喊 而是发出呜呜的声音 一个姑娘家 半夜被人追赶 还被对方捆绑 不用想便知道 没什么好事 路上机人将姑娘捆绑住后 洋洋得意 让你再跑 你能跑得过我们吗 真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说吧 他们将姑娘扛起 下了大路 顺着荒帝向前走去 李初九根本没有多想 便悄悄跟了上去 他看见一只 和龟兽南海 出手帮助 更不要说 对方是个活生生的人了 况且 还是个大姑娘 他要不跟过去看看 是怎么回事 定然会复旧一生 前面几个人沦落 扛着姑娘即兴 他在后面跟着 倒是没有引起对方注意 过了一个时辰 前面机人扛着姑娘 进入一个破败的院子 这院子没有大门 李初九也顺利跟了进去 他没敢进前 而是躲在黑暗的角落里 片刻后 几个人边 小声低估边出了院子 哈哈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下发财了 看你那点出息 以后这样的财快经常发 这算什么 你赶紧去买了酒肉便回来 一定要用心看守 不要因为饮酒务事 我们去进行下一步 几个人边 说边走出破院子 李初九悄悄进了屋子 屋里一场黑暗 他摸索着向李走 脚下半道一物 伸手一碰发现是个人 他也不多废话 弯腰将人抱起 便出了屋门 狂奔而去 姑娘是被捆绑着的 他为何不帮人家解开绳子 他害怕那帮人趋而复返 带着姑娘到了远离此处后 再说别的 他长时间在火摇上干活 身体强壮 耐力极好 抱着姑娘一口气跑出去两三里路 到了一片树林中方才停下 喘了几口气后打量对方 此时天黑 他也看不清对方的样子 便张嘴问道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为何绑你 他边问边想帮姑娘解开绳子 就在此时树林中突然窜出机人 将他围住后就地打倒捆绑起来 带着他和姑娘一起离去 李初九心里这个后悔尽就别提了 他以为这帮人仍然还是刚才捆绑姑娘之人 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 对方走的方向竟然不是破院子 而是将他带到了一个高大的门楼前进去 声称已经抓到了贼人 里面有个圆外打扮的人 两眼狠狠盯着他 他这时明白过来 这帮人和刚才绑姑娘那帮人不是疑惑 他们是在救姑娘 这下可以放心了 他赶紧说道 诸位 你们误会了 在下不是什么贼人 而是看到姑娘被绑 一路跟随后救了他 众人岂肯相信他的话 有人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这小贼花言巧语 想要欺骗谁呢 李初九不怕 他有现成的证人 这姑娘便是 圆外早将姑娘身上绳子解开 脸上全是爱恋 姑娘绳子被解开后一言不发 而是用手笔画 李初九看出来了 这姑娘口不能言 所幸的是 姑娘的笔画圆外能看懂 明白李初九的却不是贼人后 他赶紧解开绳子 声称今天差点弄巧成桌 怎么回事呢 此圆外姓梦 这姑娘是他的女儿孟冬儿 虽然天生口不能言 但人家梦园外十分疼爱 就在几天前 他被告知 有一帮人观察他们家好久了 想来是要做坏事 梦园外家中有钱 他断定 这些人是想绑了自己 闺女讹诈 便准备了一帮人 想要反套路 抓住这些人 万万没料到的是 对方竟然识破 并且成功带走了孟冬儿 他让人赶紧追赶 这也是为师母 李初九带着孟冬儿 到了树林中 会碰到这些人的原因 如果不是李初九 碰巧救了孟冬儿 梦园外会失算 那样他将后悔一辈子 一场误会解除 梦园外要好好感谢李初九 不过李初九拒绝了 他救人是恰好碰到 同时也是临时起义 再说了 他不想平白收人钱财 梦园外对他的为人 肃然起敬 连连道谢后 将他送出家去 李初九则接着去舅舅家接母亲 不料去了后 母亲仍然不跟他走 他百般相劝 母亲不为所动 他只好再次放弃 一个人回家 回到家后 他并没有跟刘贵兰说自己 在路上所遇 只说自己在舅舅家 陪母亲多说了一阵话 所以耽误了这抹酒 刘贵兰当然不会怀疑 婆婆住在舅舅家 倒是提醒了他 因为家里忙 他都好久没有回娘家了 明天也想去娘家看看 李初九欣然应允 自日天刚亮 他便亲自送刘贵兰去了岳父家 不过他不能在岳父家耽搁 家里的活力不开他 回到家后 发现爹在和张元峰说话 见他回来 张元峰嬉皮笑脸 不用他开口 李初九便知道 他又是来借钱 果不其然 爹见他回来 赶紧让他们二人谈话 自己还要去忙 爹皮于应付张元峰 却把他踢给了自己 初九 最后一次 借我几十文钱 我想做点小生意 李初九 久久盯着张元峰 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话 也没有用 劝了多少次不管用 得到的只是敷衍 他再多说有什么益处 罢了 他拿出钱来交给张元峰 语众心常说道 元峰 我知道我说的话 你也听不进去 可是我仍然要说一句 你如此下去 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们从小便在一起长大 我会害你吗 你就听我一次吧 好好生活 求你了 张元峰频频点头 拿着钱扬长而去 李初九无奈地看向父亲 父亲点头 声称自己不会告诉刘贵兰 他这才开始干活 父子两个忙到天黑 火摇上需要有人看火 一般情况下都是李初九看守 父亲心疼他 便让他回家去睡 自己看着就行 他一个人回到家中 刚躺下墨多久就听到外面传出响动 母亲没在家 父亲在火摇上 妻子回了娘家 这家中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 为何院子里会有响动 难道有贼进家 正这般想着 就看到外面的月光下 有人影头在窗户上 而且不止一人 糟糕 他觉得这些是那帮绑了梦多儿的贼人 自己救了梦东儿 被他们得知 这是要报复自己 对方人多 硬拼的话 他定然不是对手 屋中能攻躲避的地方不多 而且通常情况下 人们进屋搜寻 往往会向床下找 所以床下不能藏 时间紧急 他看到了门后的大水缸 挤不到了水缸边后 撑着缸沿进去 缸里水并不多 缸蹲下 门已经被踢开 机人闯了进来 一看床上默认 有人低头向床下看 发现也没有人 有声音响起 看看水缸里有没有人 躲在水缸中的李初九 听得真切 猛吸一口气后 向下蹲 将身体连同脑袋 全部埋在了水中 有人到了缸边 伸手便欲向水里捞 不料水缸里 可不知李初九 还有那只 被刘桂兰放进来的 何归 这人一伸手 何归张嘴便咬 疼得他叫喊一声 缩手回去 再不检查水缸 在屋里没有找到李初九 这几个人一起离开 李初九从水缸中出来 没有犹豫 赶紧向火窑上奔去 他断定这些人在家中找不到自己 定然会去火窑上找 弄不好会对父亲下手 刚赶到 就现一帮人正围着父亲殴打 边打边骂 李初九看得怒从心头起 左右看了看 抄起一把天炭火的铁锹 对着这帮人便冲了过去 他跑得急 尚没到人面前便跌倒 铁锹也脱手而出 那帮人对着他围过来之际 有人突然猛冲而至 他手中拿根铁棍 对着这些人不断扫动 不让他们接近李初九 拿铁棍的是张元峰 对方对着他高喊 张元峰 你跟我们是一起的 为师母要帮李初九 张元峰却大吼道 你们想对谁下手就行 唯独不能是李初九 他是我的兄弟 一辈子的兄弟 对方勃然大怒 正欲为过来 外面又突然出现一群人 将他们给反围了起来 为首者正是孟元外 孟元外带的人多 将对方尽数致富后 张元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帮人全是张元峰 结交的九肉朋友 他们策划了一件事 便是绑了孟冬儿 然后讹诈孟元外 他们的却成功了 但人却被李初九所救 平白坏了他们的好事 当他们回到破院 发现孟冬儿不屑 便四处打听 得知孟冬儿是被李初九所救 这让他们恨上了李初九 专念一想 李初九经营着瓦瑶 是个出色的妖将 平时也挣了不少钱 既然他坏了事 那便从他身上找不回来 所以 他们要对李初九下手 张元峰白天找李初 酒借了钱便去玩耍 等到耍完 已经天黑 发现平时的酒肉朋友都不在 疑问之下 方才得知 他们竟然要对李初九下手 张元峰不务正业 不是生产 而且极为讨厌李初九的说教 还讨厌刘桂兰 但假如 要有人对李初九下毒手 他可不能医 所以 他抄了根铁棍 便跑了过来 就算是把命拼掉 也要救李初九 梦园外那边 说李初九是救人者 其实是故意的 目的就是为了引贼人出来 事实上 他一直派人盯着李初九 贼人到来 盯着的人赶紧去告诉了梦园外 他马上带人过来 将这些贼人一并勤获 众贼人被尽数带走 张元峰却在危急时刻出来救人 所以 他得到了原谅 经此一事 李初九和刘桂兰也明白了 张元峰是有不少恶习 可关键时刻 还得是这样过命的朋友 夫妻二人决定好好帮助张元峰 应留他在瓦窑上 逼着他学手艺 渐渐的 张元峰抛弃了之前的恶习 学会了烧瓦后 李初九出前帮他建了火窑 使他生活渐渐变好 今年之后 张元峰娶妻 这对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经历之后 全都过上了平凡但却幸福的生活 至于那只河龟 李初九一直养着 多年以后 他因病去世 河龟也在同一天消失 不知道离开去了什么地方 诸位 李初九和张元峰有不同的人生 相比较来说 李初九属于成熟较早者 同时他善良且正直 因为这些 他早早掌握了烧瓦手艺 并且娶到了师父的女儿 同样是因为这些 他救了落难的河龟 而在关键时刻 河龟也救了他的命 张元峰的性格 则要浮躁很多 且有着不少恶习 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一直浑浑噩噩昏日子 可就是这某个人 在有人要对付李初九时 他却要拼命保护 所以 他只是各错走弯路之人罢了 到了大是大非之时 他还是李初九靠得住的朋友 最终 这对朋友没有反目 还都过上了以前期待的生活 张元峰在危机时没有糊涂 善念一动 福泽一生 假如他没有动此善念 那么最终的结局 也会和那帮贼人一样 因为梦园外 已经设好了局 等着贼人向里跳 故 好和坏 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木匠的艳圣术 黄营村有一少年 名叫王大堆 王大堆自有丧母 是其父亲王老汉 独自一人 将其抚养长大的 因为家贫 王老汉自知自己以后 也帮不到儿子什么 为了让儿子以后能有门讨生手艺 不再像自己这般辛苦 整日面朝黄土 背朝天 经过再三思虑 王老汉便想将儿子王大堆 送去与陈木匠 学习木匠手艺 由于王大堆为人敦厚老实 且手脚勤快 所以陈木匠最后连拜师费都没受 便同意了下来 在学艺之时 王大堆刻苦勤奋 深得陈木匠的欢心 末今年便得到了陈木匠的真传 并且出师了 出师之后 由于王大堆做工欣喜 且为人和善 所以每日找他干活之人 也是络绎不绝 仅仅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王大堆便挣得了不少银两 且在当地也已是生名鹤旗 家里有钱之后 其父王老汉也不干活了 整日就到处找人喝喝茶 聊聊天 以此度日 后来 随着王大堆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所接的活也是越来越大 往往出宫一次 便要十天半个月左右 才能回趟家 甚至有些时候 还要更久的时间 才能回家一趟 这天王大堆干 玩火回家 只见父亲王老汉 正美滋滋地喝着小酒 嘴里还是不时地哼着小曲 心情看得起来很好 王大堆现此便问道 爹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喜事吗 听到这话 王老汉突然脸红起来 随后才低头轻声说道 儿啊 你娘去世得早 爹这些年 一人将你拉扯长大 也实属不已 这不前两天嘛 你王婆看你 也整日不在家 怕我一人在家孤寂 于是便给我说了门亲事 对方我也见过了 是个寡妇 名叫妹娘 妹娘如今三十六岁 比我小十七岁 她相公去世得早 以人寡居至今 人很贤惠 但因你不在家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于是这件事便也就耽搁了下来 你看 得知父亲的担忧后 王大堆说道 爹 我娘去世得早 这些年来 你一人也属实不容易 孩儿我心里都懂 既然人你已见过 只要你觉得可行 孩儿没有意见 见儿子已同意 王老汉高兴不已 随即便拉着王大堆 和自己喝酒 王大堆 县父亲如此高兴 也不好给他扫兴 于是便坐了下来 然后和父亲开始推杯换战起来 半个月后 王老汉如愿迎娶了媚娘为妻 自媚娘嫁到王家后 便深得王家父子欢心 因为媚娘不仅为人贤惠 且还很通情大理 对于继母媚娘 王大堆也是格外的尊重并关怀 每当外出干活归家之时 王大堆总会给媚娘买 挥一些小礼品 就这样 一家三口的日子 过得和睦无比 很是幸福 眼看日子越来越好 王大堆心里也很是高兴 连干起活来 都比以往有近三分 可令人遗憾的是 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却没有持续很久 一切都随媚娘去离唐娘家 探亲回来后就变了 自媚娘探亲回来后 整个人就变得和以往不一样了 经常拿着一张小凳子坐在门口 然后对着过往男子搔手弄姿 卖弄风骚 由于媚娘长的本就极有风韵 经她这磨一坐 村里很多男子都在蠢蠢欲动 暗地闲话不止 见此情景 有村中长者曾悄悄找过王老汉 让王老汉管教一下媚娘 毕竟这有伤风话 但奈何王老汉对媚娘很是相信 坚决不相信长者所言 最后更是对长者恶语相想 说大家都是羡慕 他能讨到如此漂亮贤惠的媳妇 然后吃不到杏子就说杏子酸而已 眼看王老汉如此态度 渐渐的便也不再有人管此事了 但久而久之 一些风言风语也还是传到了王大队的耳里 且经王大队暗中观察 却是发现 继母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可奈何他是小辈 根本就说不得此事 所以也只能暗中生气 有段时日 因过于劳累 王大队便想在家里歇息基点 可每每到深夜之时 便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娇媚之声 一直持续到天明之时才得以休止 除此之外 王大队暗发现父亲开始日渐销售 原本一个健壮的庄稼汉 如今已是变得骨瘦如柴 见父亲如此 王大队便隐晦提醒父亲 要懂得节制 不可过度劳累 丹奈何王老汉 犹如注了魔一般 连儿子的话都已听不进去 对着王大队就是一顿臭骂 说王大队多管闲事 见此 王大队也只能叹气摇头 随父亲而去 第三天深夜 王大队正被吵得心烦一乱 不料却听见隔壁房间 突然传来继母的尖叫之声 王大队急忙翻身而起 敲门而尽 却发现父亲已经因脱阳 而死在了床上 而继母此时则贪坐在地 脸有嘲红 见此一幕 王大队是既恨即弃 但又无可奈何 因是家丑 所以他也不好多 说什么 只能暗暗在心里骂了一句 贪饮富人 之后 便臣夜将父亲收尸入恋 经此一事后 王大队便很少在家 经常在外干活 就算偶尔回家一趟 那也是只过一夜 然后次日便走 这天王大队在线上把活忙完后 因想着自己已有两月之余未曾归家 于是便想回家看一看 可当时已是接近傍晚时分 为了能早点回到家 于是王大队便加快脚步赶路 不料却因王大队走得过于着急 竟不小心与人撞了个满怀 他转眼一看 只见一个老乞丐 整探坐在地 嘴里不听哀号 见此一幕 王大队急忙将乞丐扶起 然后满脸歉意说道 老人家 实在对不起 我因着急回家 竟一时莫注意 所以把你撞倒了 你乃摔疼了莫 要不要我背你 去找郎中看看 听到这话 老乞丐看了眼王大队后便说道 算了 你走吧 我不和将死之人计较 说完 老乞丐便想转身离去 闻言 王大队也莫多想 只以为是老乞丐 心有愤恨自己 将他撞倒 故而这魔朔而已 于是 王大队便说道 实在是对不起老人家 我这有二两银子 你拿去买点好酒好肉 吃喝一顿 就当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说完便从怀里掏出了二两银子 然后递给了老乞丐 老乞丐献死也不客气 直接将银子接过 随后看了眼王大队后便叹气说道 哎 算了 我这人就是心肠软 最见不得的就是 善人无法善终 说完只献老乞丐便从背后的包袱里 抓出了一把眼 然后将眼不由分说的就塞到了王大队的手里 最后看了看王大队 老乞丐神秘兮兮的说道 眼乃世间之阳物 专刻是兼万物邪 说完 老乞丐转身就走了 看着手里的眼 王大队一时之间也犯了难 想要扔掉 又觉得可惜 但一直这膜拿着 又不方便 想了想 只献王大队便从一脚出撕下了一小块布 然后将盐包起来后便放到了工具箱里 做完这一切 王大队便继续往家走去 由于耽搁了一会时间 等王大队走到家时已是夜幕 敲了敲门 等了好一会 并不信继母前来开门 且自己也没有钥匙 剑子王大队便想着继母应该是睡下了 于是为了不打扰继母 王大队思虑再三 最后便翻墙而进 不料刚进到院子 王大队就听到了粗重的喘息声 且那分明还是男性的声音 剑子王大队顿石脸就黑了下来 想不到父亲刚去世不久 继母就做出了这等令人不耻之事 他轻声走进爬窗户一看 只见屋里之人正是隔壁邻居陈老汉 看着眼前一幕 王大队顿时气愤不已 因为父亲在逝世 和陈老汉乃是结拜之交 可万万没想到 陈老汉竟是这等小人 为了帮父亲出口气 王大队悄悄从工具箱里 拿出斧子紧握手里 可此时也不知为何 王大队突然呆愣原地 犹如雷劈 手里的斧子只听 吭哧 一声就掉落在地 谁 屋外是谁 这时响起媚娘的声音 而屋里的蜡烛也被熄灭了 啊 阿娘 我 是 是我 我大队 王大队结巴说道 哦 大队呀 你回家啦 你等一下呀 我这就出来 媚娘在屋里说道 闻言 王大队便想跑 不料这时 媚娘又在屋里继续说道 大队呀 你等着啊 阿娘来给你开门了 说完 只见门 只见门就打开了 媚娘此时正身着薄纱 站在门口 你瞧你这孩子 愣愣地站在那干嘛呀 快进来 阿娘有话和你说 媚娘招手说道 说完便进屋重新点起了蜡烛 王大队现此 心知自己跑是跑不了了 于是便拎起工具箱往房里走去 可当王大队进屋后 他却再次愣住了 因为此 十屋里净 没有了陈老汉的身影 大队呀 因你常年不在家 阿娘便也没有收拾你的屋子 所以恐怕此时你的屋子 并是脏乱不堪 不如这样 你今夜便在这屋暂肃一夜 等明日阿娘 把你屋子收拾干净之后 你再回你屋 你看如何 媚娘看着王大队说道 不了阿娘 我还是回我屋吧 我嫂嫂就干净了 王大队拒绝说道 大队呀 你觉得阿娘如何 美不美 媚娘问道 文言 王大队如坐针战 但还是轻声回道 美 哈哈 就你会说话 会讨阿娘欢心 既然如此 长夜漫漫 不如今夜 你我二人彻夜 长谈一番可好 媚娘娇称笑道 说完便守服搏杀 慢慢向王大队走来 好啊阿娘 孩儿正有此意 不过阿娘 孩儿长途跋涉回家 如今已是鸡肠碌碌 不如阿娘先去为孩儿弄点吃的 待孩儿果腹之后 再和阿娘你 彻夜长谈可好 王大队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媚娘大喜 立即就走出屋尾 王大队准备吃的去了 媚娘一走 王大队便沉思起来 随后他旁扶想到了什么 只见王大队立即从工具箱里拿出了磨斗 然后又将箱子里的盐拿出来 放到了磨斗里 此时 见媚娘还在屋外忙活 王大队急忙手拿磨斗走到床边 然后拉出磨斜 就沿着床 沿谈了起来 不一回时间 王大队就一把床沿全部探完 为防止媚娘看到床沿上的磨斜痕迹 王大队还故意把床上的被子沿着床沿垂放了下来 等王大队做完这一切 只见他刚把磨斗放进工具箱里 媚娘就走了进来 看着气喘吁吁的王大队 媚娘关心问道 大队呀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气喘吁吁的 呃 默示 我只是想到等会能跟阿娘你彻夜长谈 心情不免有些激动 所以就这样而已 王大队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说道 哈哈 你这孩子 嘴就是甜 就是会讨阿娘欢心 行了 快出去吃点东西吧 阿娘等你 媚娘娇羞笑道 闻言 王大队笑着说道 阿娘 你到床上坐着 我有点事想和你说 说完我再去吃 听到这话 媚娘也莫多想 直接就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可不料 媚娘刚坐到床上 王大队便急忙上前 一步一把抽开了被子 不等媚娘反应过来 瞬时间 只见王大队 坦克的墨线印记 便突然发出了阵阵清光 然后把媚娘 牢牢牢困在了床上 见此一幕 媚娘惊恐不已 连忙想从床上离开 可不料她刚一出碰到清光 清光便散发出极其耀眼的光芒 而媚娘碰到清光的地方 也被清光所灼伤 散发出一股恶臭之味 见自己不能离开 媚娘露出可怜之色 两眼泪汪汪的看着王大队说道 大队啊 你这是干什么 快把这些清光都给弄没了 让阿娘出去啊 你不是还想着和阿娘彻夜长谈呢吗 哼 你这妖物 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王大队呵斥说道 听到这话 媚娘面露不解说道 大队啊 你说的什么呀 什么妖物 我是你阿娘啊 见媚娘如此冥顽不灵 王大队也不愿与之再多费口舌 只见王大队再次拿出磨斗 拉出磨线 食指一弹 便瞬间弹出数百滴墨汁 朝墨娘飞去 不料墨汁刚一碰到媚娘 媚娘顿时便惨叫连连 随后只见一阵白烟冒起 媚娘便便成了一只狐狸 说 我阿娘去哪了 看着床上的狐狸 王大队大声呵斥问道 听到这话 狐狐狸转身恶狠狠地看着王大队一言不发 对着王大队就是呲牙咧嘴 见此 王大队再次手举磨斗 做事要再次谈墨汁 狐狸见此惊恐不已 连忙口吐人言 乖乖解释说道 你阿娘被我吃掉了 那日你阿娘回家之时被我撞见 我便使出迷惑属杀了他 然后吞入腹中 继而变成他的样子 然后来到你家 为的就是吸食阳气 助我修炼 听到这话 王大队愤怒不已 但随即庞扶想到了什么 于是便不解问道 那陈伯呢 刚刚我明明见到他 还在屋里的 怎么转眼间就不现了 难道又是被你吞食了 你体型这么小 能吞食下一个人 可以 为怕被你发现 我刚刚便已将他吞入腹中了 虽然我体型小 但我可以借用法术将人吞食腹中 然后慢慢化之 狐狸解释说道 说完便 向王大队求饶道 大队呀 我知错了 求你放了我吧 只要你愿意放了我 我将永归深山修炼 再也不出来害人了 你若不信 我可以对天启示 哼 放了你 你想的倒是挺美 你先害了我阿娘 又接着害了我爹 现如今又害了陈伯 一共三条人命 全部皆惨死于你手 你让我如何放了你 王大队想起以前幸福的一家人 如今却因眼前的这只狐狸 而变得这般模样 顿时怒而说道 说完便从工具箱里拿出斧子 然后又手拿磨斗王 斧子上涂抹磨磨汁 直至把斧子全部涂抹完 做完这一切 看着眼前害的自己家破人亡的狐狸 王大队怒而举起斧子 随着手起斧子落 直接便将狐狸给劈成了两半 为了以绝后患 王大队直接在院子里烧起了大火 然后将狐狸给烧成了飞灰 这才作罢 原来 王大队之所以能识破妹娘的妖物身份 乃是因为他爬窗而看之时 竟从烛光的倒影中看到了一只狐狸虚影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被一时吓到 以至于斧子掉落在地被发现 为了能给父亲报仇血恨 于是王大队便进了乌甲一迎合 而当妹娘出门给他弄吃的时候 王大队则突然想起了师父叫过他的验声术 以及乞丐给他严实 对他说过的话也正因如此 王大队这才往磨斗里加盐 然后弹出验圣术的阵法 继而杀死了假扮妹娘的妖物 但真正说起来 也算是王大队幸运 因为虽然磨斗乃是克制妖物之利器 但倘若没有老乞丐盖给他的盐 那可能阵法的威力也不会那么大 最后就圣败难料了 事后由于陈伯一生畏惧 乃是孤家寡人一个 且此事也注实补光彩 于是王大队思虑一番过后 便决定将陈伯之事给隐瞒下来 这也算是给陈伯留下了最后一点美名 而至于妹娘的所踪 当有乡亲们问及之时 王大队便一问三不知 渐渐的 这件事也就无人再问及了 结言 古人言 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句话乃是千古名言 也是智礼 但往往有人会为了一时的欢愉 从而去选择脚踏颜王门 因而丢失了性命 在此 有积聚真言与君共勉 色乃刮骨刀 旧等君子守 二舅姑娘随语苏 有色无命空悲好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